今天又是星期一 又需要上課的時候 因為禮拜一的課我是中午12點才上 但是就是習慣9點就起床 最近所有的天氣都很好 之前都是吃馬鈴薯的 然後今天因為馬鈴薯賣光 所以我就買這個 我現在到學校 然後把我一切 今天上課要 需要的補給品都買好 然後我現在要去應我的功課 我現在下課了 然後我要去那邊的教寶文庫 我覺得這間教寶很神奇的是不只賣書 然後所有的家電用品 咖啡廳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真的全部都賣 因為我沒有找到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呢 我現在要回家了 我現在要來煮晚餐啦 咖啡廳 感覺很好吃 咖啡廳 紅蛋 螃蟹醬太好吃了 它沒有之前的那個行為那麼重 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今天剛剛好是韓國的國定假日 所以呢 你們看到這裡是如意島 普通呢 這個時間是不可能沒有人的 平常就是擠爆 你知道嗎 今天呢 完全沒有人 因為上班族今天都休假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課 然後老師也不想要 因為韓國的國定假日 你放假 但是是要補課的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不說放假就放掉 你放假 但是你是要補課 所以我們老師為了不想補課 還是要上課唷 今天一定要買這個當早餐 昨天我吃那個地瓜的口味啊 我是第一次吃 結果真的是噁心到我想吐 你知道嗎 因為它裡面那個超濕的 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這個還有玉米 所以大家一定要選這個 門還沒開 我太早來了 我早上的英文課結束了 可是因為我下午七八九節 還有一個就是觀光法規的課 但是呢 因為今天公休日嘛 學校的食堂也沒開 然後原本要去郵局寄信也沒開 所以我一定要下山去吃飯 然後等到時間到再上山 現在呢 我回到學校 然後我要來借就是study room 然後要去見片子 那我就去借這個 就是借三個小時 然後這些海報啊 因為今天星期二 然後明天是星期三四五 明天三天四五學校的小慶 所以他們就這邊有弄一下他們的小慶 一定會賣的菜單啊 平常進去了 因為裡面不能講話呢 所以就不講話囉 我剛剛寫完影片 因為現在已經兩點五十幾分了 所以我要準備去五樓 上等一下的最後一門課 觀光法規 今天破天花 因為我們平常都上到五點三十幾 四十幾 然後老師今天提前四點二十幾分就下課了 因為今天是那個 假日的 就是國定假日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回家啦 我們一拍完照片 然後我們等一下 因為晚上我們等一下就吃一家 我預訂的餐廳 然後所以不能吃太飽 我們就來吃這個 早安 今天是十月十一號星期四 昨天就是做了一些事情之後 今天又是要上課時間 OMG 還是九點了 現在已經七點了 所以呢 我要換了化妝 準備上課了 在化妝前 我都會用這兩管 就是 讓它可以保濕一點 因為我的冰箱很乾 天哪 我是腦殘嗎 根本腦殘黃欸 根本腦殘黃欸 喔 這是我的咖啡 喔 吃到了 然後今天放學我還要去明洞一趟 因為我要去換錢了 我不像別人 就是 有些人他說他們是 家裡固定 從台灣的帳戶直接轉帳過來 所以我都是每次來的時候 就自己 帶現金過來 然後去明洞還 這是我真的 從我開始會化妝 我就一直用到現在的 眼線膠筆 Tony Moly的 因為我眼睛是單眼皮 但它可能看不出來 就是 這裡很單 這裡很單 然後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高中 我貼雙眼皮貼吧 高中就極度想要當雙眼皮 然後就 貼出一點點痕跡這樣子 可是我平常這樣 這樣 又沒有 就是我要這樣 往上看或是 睜眼睛的時候 才會有 好了 因為我本來韓文就不像很多人 就是覺得很專業才來韓國讀書 我的韓文就是自學 自學到一個程度 考試之後我就覺得 那我就直接來試試看吧 所以我的韓文還不是很好 然後 課業上 還不是可以很奔得上 好了 我畫完了 這樣看應該會比較 清楚吧 明顯吧 完妝了 然後 要整理一下頭髮 然後就準備 出門去上課囉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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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想做一個就是 美劇推薦的影片 然後我個人喜歡的題材都是 超餐廳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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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Park感覺 J Park 真的很冷 還是可以忍受的冷 只是真的蠻冷的 現在才十月而已耶 十月十幾號 已經忍到快你知道嗎 我已經能想像下個月要下雪的樣子了 大家有看到後面就是 那邊這整串都是要排隊要上 說不定的 這才是平常就如意倒 你知道幾號的時候放假的時候 根本就是不正常 你知道嗎 人家鬼城 我現在下課了 十一點半 我要去吃湯 吃午餐 就算午餐我要去三峽的郵局 寄信回台灣 之後就回來學校 可能剪個片用的東西 然後等上三年的課 謝謝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所有小學真的太小 所以沒有空間 然後我們吃湯外面的這個運動場 就是打籃球的地方 這邊就用成我們校慶的地點 而且我們學校今天有 Gilly Boy跟衝行 我們剛剛去郵局寄完東西 有些要回學校 因為我今天跟學伴又要見面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固定要見面 大家有聽到嗎 他們現在在彩排 學校的咖啡廳 剛剛稍後真的太累了 不容易睡著 但是他的衣服口 硬上去 我到明洞了 今天可能是禮拜四啦 人比較少 可是我剛好看到一個什麼 K-POP UNIC UNICORN 的那種街頭表演 然後有什麼東西叫Snooper 來存錢 然後很衰 我放錢進去做卡錢 然後錢沒進到帳戶前 還被鎖在裡面 所以呢 剛剛就聯絡行人 然後來幫我用這樣子 現在已經快用好了 好像有偶像團體來了 快點快點快點 好 好 好 雖然不知道是誰呢 但是歌還蠻好聽的 氣溫說今天凌晨會到四度 所以我今天再也不要開窗睡了 我一定會被冷醒 現在是韓國時間三點鐘 就是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因為我今天不渴 所以就睡了比較晚 然後其實我已經起來一下子 起來一點都起床了吧 然後我就把呆花個手機一下 然後現在呢 要準備就是 就是 硬洗一洗 當然洗好了 然後擦個忙 然後我就要出門去吃飯 我就發現我的 不知我的臉應該是脫皮了 就是 上完七點粉底之後 我就發現很多血血 就是開始脫皮了 然後 我 昨天在洗澡的時候 發現我的腳 然後 我的腳也是開始呈現那個 漁網的那個 就是那個漁網的形狀 我就知道 嗯 大概已經變成乾妹妹了 需要開始 再加強保濕 所以昨天就擦了 保濕擦正 雙腿 擦了半個小時才擦完 因為我 皮膚真的本身是非常非常乾 我只要有太乾 就一定會裂掉 或是 或是 就是 脫皮很嚴重 然後有時候會很癢很痛 所以我 一定要非常保濕 夏天就已經很乾了 何況是冬天 我夏天就已經會 會 有那個 就是 脫皮了 冬天就會更嚴重 然後這邊還可以把它 這次這樣捏 這裡會有點痛 我估計就是 它準備要做亂 如果這次回去 只回去台灣一個月 寒假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這顆牙齒 它是 平行 自尺 推到前面那一顆 那一種 所以 又很深 然後醫生說我的 就還是 灼在神經上面 附近 所以我這一顆不需要全麻 全麻 我也不知道 因為要住院啊 就不知道時間夠不夠 你知道 然後我去的那個 雙和醫院 又要 又要事先排隊 然後你要先去看喔 你預約第一次付錢 是只去給它看狀況 你要預約第二次 才是開始 拔牙齒 好 現在 保濕 用好了 然後 我要準備出來啦 現在的時間 是晚上 現在的時間 晚上九點十幾分 對 我去 看了一點書 然後做了一些工作上的事 然後現在準備回家 我估計應該就不吃晚餐了啦 因為那麼晚了 就是 家裡 隨便有什麼東西吃一吃就好了 嘿耶 今天是 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呢 今天 也蠻早起床了 八點多吧 因為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叫 就是 九里站 然後呢 我要去那邊 跟安妮會合 因為她去那裡 燙頭髮 然後 我也打算要去剪頭髮 我想把頭髮剪短一點 因為我頭髮有點太長了 然後因為之前有漂髮的關係 又很容易打解 所以我每次洗澡的時候 都會把一大搓一大搓下來 我真的覺得我快禿頭了你知道嗎 然後 再來就是 再考慮到底要不要剪瀏海 要剪真的 醫治的瀏海 還是要剪空氣瀏海 還在想 就是可能問問看設計師的意見 可是畢竟身邊的人都勸我說 臉大就是要認命 不應該就是 妄自肥薄這樣子 是妄自肥薄嗎 所以我現在要出發去搭地鐵 然後前往九里啦 我們現在剪完頭髮要來吃這個苦茶 還沒開啟 還沒開啟 這是這邊的很厲害的嗎 冷的海帶湯 然後我剪完頭髮了 妳在跟誰聊天 我在拍影片 我在跟誰聊天 我在拍影片 我剪短 妳瀏海也剪短了 好吃嗎 很好吃 這個也沒有辣吧 我們現在吃完飯啦 然後來逛街 逛好痛 這個比較好 來繼續逛別家 我們原本決定去喝咖啡 太累了 啊 我們現在 會POIG對不對 不會我PO在Youtube 更討厭 然後我們現在要 這邊嗎 不是吧 坐電梯吧 對啊 然後我們現在要上去了 先買這個吃 好 我們要看 密斯白 密斯白 然後第一次在韓國 正式看電影 上次我有看過一次 妳記得嗎 就是我跟你講說 很無聊的電影 最早的電影 空漢嗎 好 我覺得 超級無聊 妳也看過 超級無聊 對不對 很沒頭沒尾的電影 超級少的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我老 大概四十歲 應該就到這上面來了 妳要這樣子 我會怕呀 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看完電影 然後我們 在買他 禮拜一要上班穿的衣服 我們在UNIQLO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今天都太早起了 真的是有點十分的累 所以打算就是 灌完這一間百貨公司 我們就要回家啦 明天星期天呢 我又要讀書日 因為今天太累了 明天大概是會睡到飽起床 然後剩下的時間拿來讀書 這樣子 所以今天先去超市買東西 買完之後呢 今天應該說會先剪片 因為現在下個禮拜要提中考了 然後下個禮拜要專心考試 下個禮拜時間都空出來拿來讀書 所以今天就先把這個片子剪完之後 明天開始就要認真讀書了 今天超多人耶 可能是禮拜天的關係 今天要買一些水果 就是健康食材 健康飲食的一些料理的東西 麵包 這個 香菇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都會吃那個 高麗 那個是花椰菜 現在都不會 吃這個 其實我忘記它的中文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牛肉買了 香腸買了 優格買了 然後菜買了 然後鹽巴也買了 現在呢 就是要買飯跟蛋 這兩個最重 然後飯的話 就買個三個就好了 很想吃玄米飯 大河山980 所以我每次都買這個30個 然後我都吃很久 而且你看 它10月11號才開始 今天才40秒 所以還可以放到去 嗯 好 謝謝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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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花了台幣1000塊 真的沒有買什麼東西 所以果菜兩個優格 然後 然後 鹽巴 飯 肉 跟蛋而已 真的很少 這樣就1000 但是至少 你可以在家裡吃個 三、四、三、四、五、餐 比外面去吃一頓 兩、三百塊還便宜 不知不覺又來到吃晚餐的時間 準備吃晚餐囉 晚餐出來了 我要吃晚餐了 吃完晚餐 吃晚餐的時候我都會配著YouTube一起看 然後吃完晚餐我應該會再剪一下片 然後今天一整天就結束了 那今天結束就代表我這整個影片也結束啦 因為我這一週就大概是這樣的生活 可是其實 我在韓國的生活沒有很有趣 然後就是平常其實每一刻的時候我都待在家裡 是因為剛好這次每一刻都跟別人有約 然後才會出門 不然平常我是真的都不出門 讓你們就是這樣可以了解到我在韓國生活一週 大概是什麼樣子啦 對 應該沒有很 應該蠻無聊的 對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就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出去 那或是下面幫我留個言 給我加油打氣 或是說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 那謝謝你們囉 掰掰 我拍我的晚餐 自己做的喔 牛肉 蛋 熱狗 然後蟹醬 叮叮叮叮叮叮叮 你好 solve 很巨來 好